受傷了,所以這場比賽是由李健來接替他 來擔任先發 李健的身高也有204公分 那當然,如果以平均身高來看的話 這當然是中國隊很佔有優勢的地方 全隊平均身高197.4 那麼菲律賓東方大選的全隊平均身高189.6 這場比賽呢 菲律賓東方大選的是身著紅色球衣 那麼,中國天津公益大選的則是身著淺色球衣 白色球衣 搞出空檔,出手不進 不過,健康籃板的還在中國隊手上 菲律賓東方昨天在面對到對手 他可以得到了11分 這還很好 之前的比賽他的支援真的都是少之又少 要不然就是午飯的一場 這個點控球後會可以打出信心的話 這時候我覺得幫助太大了 開始中國隊雖然抓了蠻多的進攻籃板 但是球頭不進 這球給得非常的漂亮 可惜,隊友浪費了他的美意 好可惜 剛剛背號6號的蘇曼 這個球是給得非常好 但隊友並沒有放進 但這個祝國名就沒了 這個腳步真的相當大 結果裁判最後缺的是 Traveling,走不為力 8號的李海鋒 1,1,1,1 這也是天津公益大學 一個蠻重要的球員 192公斤高 有92公斤的 有相當壯碩的體型 有相當壯碩的體型 轉身三打沒進 金黃籃板再拿到 Javier 再給出來 Nobley Nobley 外線出手 三分球 中國隊還是要小心 對方的球型之後 會有全場的壓迫 中間給李海鋒 出手不進 打打拳的是回到了 菲律賓的手上 沒有運球 Suma 外線出手 沒有 這種菲律賓打的 比較開放的球風 真的非常符合 他們的領情 所以有時候 你守他們 這種一對一的防守 要更加的注意 Suma 在過去比賽 我們也看到他 這個相當靈活 而且也有不錯的 滯空能力 有時候就是 球到他手上了 就比較不容易出來 如果你是兼差的那裡就算了 會不會比得太遠了一點 太遠了 現在除了場上球衣的原設 是跟火箭隊一樣 其他好像 找不到一個雷同的地方 三分球進 一開始的菲律賓的連續 來了兩個三分球 然後得分的是 Sumido 到籃底下出手 造成了犯規 10號 嚴肅軒要來罰球 中國隊一看苗頭不對了 現在還是在把 17號的魏猛也派上來 剛剛是菲律賓呢 在三分外線呢 左右連環開砲 Sumido以及Noble 各坎了一個三分 中國隊 這次天津公衛大學的靈魂呢 魏猛現在又來到場上 昨天得了26分 十二個籃板 還有五個進攻籃板 比他的一個身高 真的達到這次比賽 算是移住今天 最大的一個敵人 應該就金總葵了 這一番也罰進 10號的嚴肅軒 幫中國隊的 在這場比賽首次得分 罰進了兩分 第一節目前打了 有差不多三分鐘左右 Sumido 一位之後出手 沒進 連籃球都沒碰到 中國力 天津公衛大學的進攻 邊線有點危險了 再出來 再為一個嚴肅軒 底線的出手 球進 三分球 這樣的打法就非常的輕鬆 如果有外線的中國隊 那這個真的是不一樣 這當然也是 這個有一個比較 強而有力中鋒 都會使用的戰術 不過前幾天的比賽 傳給魏猛 他可能三個夾他一個 四個夾他一個 他還是要硬起 所以你外圍基本上都是 產生到滿大的一個空環 你自己心心不夠 或者是準度不夠的時候 反而打法變得更加的呆倒 魏猛在籃底下 準備要單打出手 沒有投球 在籃板的時候呢 參賽出的是菲律敏的反對 這幾天魏猛最好的朋友 應該就是張賀了 在中間的位置呢 他的分球的能力 面對籃的投籃的準度 是相當夠 所以可以去幫助他的 這個好隊友 魏猛有爭取到更多的進攻空間 再給籃底下 這個球關卡到籃底下 還有這個位置更好的隊友 李海鋒得分 現在中央隊追上來了 現在是7比8緊落後1分 手搖著上來撤著走 手搖著上來撤著走 手搖著走 手搖著走 露布雷 哇 漂亮給球 要給11號的 魏猛出手得分 但李海鋒完全沒有幫忙 吸引到中國隊的幫忙防守之後呢 遠邊的球員並沒有去 下去去到這個正確的位置 10號的嚴肅卷出手不進 何利賓的籃板 要趕快回防 何利賓已經攻過來了 他不會拿出來 住手 快跑 快跑 郭師傑 底線出手不進 有點推人的嫌疑了 籃板球被張鶴呢 可以再拿回來 李海鋒在籃底下 拉幹之後出手 有了 反而是好好禮拜鴻 反而魏鴻沒上來的時候 這反而是沒有去得分 做分球的動作反而是佔得居多 不過現在最重要還是對中國隊來說 這個防守要守得住 所以菲律賓拉得非常的開 因為身高是來得比較矮小 今天面對藍的進攻應該會佔了大部分的比例 Nobelay拉高弧度出手 可是被對方常人給影響到 前面快攻機會 三個打一個 球球再來一下 再拿到再起 還是沒有 大陸隊浪費了這次的快攻 非常可惜的一球 中國隊現在把9號的徐大鵬給換上來 還有一球 我們來兩個人 投球 選手 投球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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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要注意啊 所以我們感覺好像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今天的力量好像也顯得小了一點點 這種多打少就是要特別的小心 現在在籃底下一下球呢 這一猶豫 很快就會吸引到這個兩個人的包緊 這個猶豫 沒有注意到 這個對方的球已經發進來了 還在找人 這比劍打球看起來是比較嫩 那上場的時間呢 張鶴就反而是會來得比較有經驗 好像是有流血了 所以按照規定他必須要下去休息的 裁判這樣的處理是覺得正確的 只是不太了解說 蘇米歐為什麼他一直不想下去 他還想打 可是這是規定 他有點搞沒有狀況 他在菲律賓市流血還可以繼續打 他當然不行 對對對這是規定的 因為這個也是魔術強身體討款 HIV病毒 那怕有所謂的在場上感染的情形 沒錯 那裁判 呃 陳專任老師已經告訴他說你必須要下去了 因為你太明顯了已經流血了 他很氣了 而且他很氣 你真的不知道他氣什麼 你為什麼要把我趕下去 因為裁判只是做他該做的事情 是 沒錯 那底下出手不進 這球最後被天津公園大學給拿到 其實蘇米穿這種小球傳得很倒位 所以這個8號的蘇米穿必須要先治療 因為他必須要吃血之後才能夠再上場 場面還暫停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他等來到火箭隊之後 當然 新年段呢 似乎也讓這支球隊 跟日文賽來做比較的話 變成一支更強的球隊 是 原本沒有透過交易 好像感覺這支球隊進擊的希望好像是領 交易完了以後好像80%可以進擊 進風轉多 好 但明天的搶先報呢 這個提前半個小時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三位來賓來預測一下 今年火箭還有脫光者這兩支球隊 然後他們的整體是領 一關嗎 1分比 14比1 現在菲律賓取得了三分領先 當然 JM Nobelaine在第一節表現相當好 拿9分 許大鵬 9,2、9 9,1 9,9 1,1 4,5,5 一阵子李海鵬 严树轩 还有徐大萌 就几乎包办了球队所有的分数 赛斯尝试 手感还蛮不错的 菲律宾的变化防守非常多 球进之后有二一二的 这种三分之二场的联防 要不然的话就是变成一二二的变化性蛮多的 前几天还有一个二二一 这平常在训练当中他们这种变化防守 退回去变成一个二三区域呢 应该是以他们为主体 这样的一个防守正行为主体 李海鵬得了九分了 在第一家手感相当好 这个球给篮底下造成了犯规 Sentos现在来罚球 今天菲律宾很可惜喔 这个内线高度不够 要不然几次的小球都传的都是蓝光的附近 你看这个空中也挺得够久 完全是吸引到对方的 魏蒙的一个斜防 苏曼当然就在于他个人的那个技巧 运球的技巧 突破的技巧 广众的技巧上 告诉大家 你只有 他还抱177 应该是没有了 但你个子这么小 那你要如何在场上生存 是 所以他骗了一个209 就是李坚补过来一个205 真的不容易喔 这样的身材喔 其实他已经真的也告诉大家 他怎么在场上生存 速度基本动作 跟他本身在篮球场上的一个知识跟观念 对 那他跟蒋玉安呢 也是本届比赛呢 这个两大受到瞩目的矮将 苏曼 哇 好像做磁身技一样啊 这个弹跳喔 哇 这个弹跳的一个瞬间的高度 真的都停了很久喔 那其实我国的蒋玉安也是一样 小心小心 蒋玉安呢 他在之前的比赛 那个中华队的教练呢 教练团的形容蒋玉安的动作 好像在看那个慢动作一样 是 苏曼也有这样的味道 那你个子小心是有特色 你面对到高大的球员 除非你去利用到一些抛头的技巧 要不然的话 你的空中停留的时间 要比一般人来的成 第一节两队呢 都有得分爆发强的球员 中国队是李海峰9分 那么菲律宾队呢 则是诺布雷11分 李海峰在底线出手 没进 打满球 李健 拿到 再来一下 魏猛 魏猛在这个禁区可以轻松蛋糕 这是魏猛在这场比赛的首次得分 第一个禁球 哈比尔只有196 10 13公分 这种身高的差距 对 一早给他塞进去 基本上就没一招了 所以你必须要在前防守 对 魏猛在底线 再次尝试 again 哇 第一节 他得了13分了 两篇的得分 在第一节当中 都算是蛮有水准 命中率都相当高 最后 最后的7秒 魏猛在篮底下 要再次尝试单打 back to back 连拿两 两球 看看这个球 没进 表赛 这一项赛事呢 过去也曾经在这个开南大学呢 有进行 今年呢则是来到这个 新庄体育馆来进行比赛 外线的出手 没有进 打满球被魏猛给拿到 这么高的魏猛也会被打火锅 哇 今天对于菲律宾的Havier 这应该算是苦猜事 这个还算抓得准 有时候你在面对篮的这个左边的时候 你用右手投这个 才方便这个防守球员 去打到你的火锅 今天失误太多了 做个假谎 来一下还要再硬起 没进 这三个球运都来了 是 这个球应该传出去 有点勉强 魏猛这边的处理呢 处理有点慢 还是被中国队给拿到 再给出来 收球到篮底下 哇 球只有只出了界外 菲律宾的球 有点乱 这阵子 还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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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菲律宾9号相当拼了 9号的Sentos 把这个球给救了 再拿到他一下 好球 多好 这书们 穿球真的有灵性 菲律宾的这个国家也常常出这种后卫 太多了 对 Tenorio 当然应该就是新年大家所最熟悉的 还有像Miller Yapp 还有这个Helton Brand 都这样位行 哇这个脚步真的是流畅 乍看之下 是一个非常好的跨步 对 可是实际上他走了三步 这个菲律宾场边 这个反正就会笑得动 好 好欢迎再回到回来电视网来欣赏 2012年第四届亚洲大学篮球锦标赛 7.3的是由菲律宾东方大学来出战是中国天津工业大学 现在是22比21 菲律宾暂时取得1分领先 两队的平均身高差了将近有8公分 9公分之多 不过今天打完以后你看 这个前上半场 其实打了菲律宾东方打了一个团队的进攻跟防守 那造成到中国队失误真的是很多 好 进军赛太久了 对的是魏猛的三秒为例 3 2 2 没事 3 2 2 目前在失误资助方面真的差蛮多的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队 命中率虽然比较高一些 但是两队还打得非常纠缠 因为他们有8次失误 相反的菲律宾只有一次 三头是给他立下 很天高 本已经刻意了把这个球拉高 这个没有办法 对 他就是站在二楼打球 对 只能怪你没有抛到三 只能怪你没有抛到三 这个就像前天的 Toni Parker讲的 Toni Parker投进自胜一几的时候 他说 因为他当时看到42局 已巴卡已经过来了 他只能赶快往前一甩 被他甩进了 结果game winner 自胜球 这感觉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运气 对啊 二十二比二 菲律宾一分领先 Noble 这就交给拉底下 Havier再回给Noble Noble 第一节打得相当好 所以这一点 在这一节可能会被重兵看防 在第二秒钟 Forest出手得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球进之后又一个二一二 在包夹的这样一个防守阵型 是 这延迟到你 最重要不见得要抄到球 延迟到你推进到前场的时间 所以你看现在重新拿到球 因为秒数剩下七秒而已 方法各有巧妙不同 那这个二一二是不是跟 韩国队的这个死球 全场人定了是不一样 哇 那个差太多了 这个他是主动的 去希望你的球是掉的 那有一些这样子的 防守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有些希望你延迟时间 踩踩还是中国队的球 外线出手进 九号的徐大鹏 徐大鹏现在是有两个三分 拿下六分 大鹏 左马 下速农 羅倫在頂線的出手 沒進 中國隊現在有快攻機會 收球到藍底下 這可惜啊 這個快攻有點點掉機了 這蘇馬克 在當這個鬥牛在打 一面去抓他真的很難 對其大個子的球員 你說他抱177 我覺得他大概173 現在剛剛受傷的這個蘇米斗 現在又上來了 剛剛因為流血了 所以必須要下去休息 現在回到手上 他嘴唇貼了一個白色的 這不是牙膏啊 那是一個希望他能止血的一個膠帶 他一定也要止血才能再上來 這球應該是被菲律賓的球員給碰出界外 14號的Ivan Hernandez把球給碰出界外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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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漂亮 李海鵬小耍了一下 一手到2-1-2 那前面站了四個人 如果桑赫去分到边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二打一的前面 这破了非常流暢的字 高棚出手不正 打板球最后是回到了徐大鹏手上 26比25 中国天津工业大学一分领先 还有5分20秒 上半场比赛结束 晃一下之后把对方给晃开 这边出现空挡 季洋红便没有把握 季洋红 这球差点掉了 然后现在菲律宾换人 菲律宾现在把 这个四号的Breston给换上来 我先比赛进行到第五边 这些考验到各队的一个体育 中国队这边换人的频率是来得比较少 那现在才第二阶 不然还是要去注意 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 外围的命中率 另外15号的RR 他弟弟人现在也上来 还有4分50秒 上半场比赛结束 张鹤这地方散烂以下 几率太急 直接传到对方手上 Supido的运球还蛮有特色的 运得很高啊 与一下 自然不然人 -别则是3分50秒 -起来 乔球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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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中国天津工大学 四分领先 让四号位上来以后 这又加上了吗 没练过这种 现在把他防住了 是吗 把他控制住了 你们俩再开花 刚才我们与那位独卫盟挣了两分 四分 现在他夹击了 我们又打出来了 不对吗 这一老乡的球队 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卫力宇教练 主要就是说 就像前面一开始球评所讲的 这个卫盟他是一个像一个磁铁一样 他绝对有办法这个凹三一 这样子来打 好像比较轻松 不过现在慢慢的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进攻已经开始适应 所以对方的夹击他也可以去破解得非常地顺 那再来就是他的凹三一利用到卫盟这一点 他的外围也张得满开 那徐大鹏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2925 苏米斗球差点掉 这个球还是被张鹤直接把球给夹了下来 快攻 李海峰 张鹤这个球还是传得非常的妙 对 有办法帮助队友得分 李海峰目前得分应该来到13分 走了 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 霍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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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當然他的球技還有帶提升 這就切入到藍底下的出手 球進 許大鵬 中國隊必須要把握這段時間 他的一個進攻那麼流暢 命中率那麼高 防守要加強 對 也不在場上 這個是拉開分數的好時機 然後我們也利用這場 這個中國隊菲律賓的比賽 也跟大家來談一下兩岸的術語 讓大家感受到一些差異 比如說我們常講的是火鍋主攻 他們叫做蓋帽 蓋一個帽就是主攻 然後我們抄截他們叫搶斷 這個大家聽得還蠻清楚的 那如果說像現在 像李海峰 徐大鵬目前他們的得分分別是13分 已經11分 我們大部分是講說得分到達兩位數 他們叫做上雙 這大概就是一些兩岸不同的術語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我們講總教練 他們是主教練 主就是主要的主 日本就是像監督 所以大家每一個國家不一樣 不一樣 那這個英文 就美國當然就是所謂的Manager 或是Ted Kosh 所以你見到面 碰到魏里宇教練 也不要說魏教練 叫魏導 魏導領導 魏導你好 他就會回應 他就會回應 或是主教練 這樣 17號的魏猛 現在要來罰球 209公分 第一球沒有罰進 1989年出生的球員 現年是23歲 兩發一中 在第二節 中國隊能把分數稍微給拉開 因為第一節只領先1分 我們現在已經領先了 有9分了 2分 2分 Hanvir再轉移 Noblet Noblet這點在第二節完全沒有發揮 還是沒進 1分 在這一整節 菲律賓隊只得5分而已 這個屁股一頂 這個也殺不住車了 乾脆給你頂出去 你看李艾芬的表情 痛苦 對 蘇馬 這個在菲律賓不能休息太長 這個落後的分數 基本上他都在板凳 這個落後的分數 基本上他都在板凳 今天的三場比賽呢 待會兒呢 將進行最重要的場比賽 是由中華隊來出戰是蒙古 那中華隊呢 在前兩天獲勝之後呢 分別輸給了韓國慶熙 那昨天輸給了中國天津工藝大學 所以是也吞下二連敗的成績 現在是兩勝兩敗 這球被菲律賓隊給操走 蘇馬 外線 第二時間的出手 還是空檔 沒進 菲律賓在這一節還是只得5分而已 命中力下降 快攻的比率已經降低了 然後再來就是 中國隊整體的一個命中率 是往上提升 所以你發死球的狀況 是會來的比較多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任何的一個快攻的機會 所以你這樣目前為止 你要一個一個跟中國隊打 那個身高又差異了非常多 現在Santos check in 迪利翁 check out 迪利翁上去休息 Santos上來 我把球的人別管 Sumido Noblet Noblet切入 掛布交給蘭尼夏 還是 會擋下來 其實前面 李海鋒已經是偷跑了 但球沒有傳過去 把中鋒抓到籃板 第一個時間要去注意到 這個前面有沒有 跑快攻的一個球員 這也對 再來就第一個點的接應 你必須要去特別的注意 你的控球後 後衛的位置 在跟你要求的位置 是在哪一個技能的方向 是 然後講到中國 這個 在今年球季 因為意見臉 回到中國參加了 回歸了他 廣東紅遠華南虎之後 也代表了本季的NBA 現階段已經是沒有 中國級的球員 是 這球也罰進 2分10秒 上半場比賽結束 36比25 拿到2分 他詮釋了這種 還各自球員打球的這種技巧 克里面的三球也發生15 再交給魏猛 魏猛在籃底下 要轉身單打出手 得分 上半場 魏猛這場比賽 上半場已經得了9分 蘇米斗進攻籃板 外圍撿到 38秒67 在進區 撐得很久 但是人就沒跳 魏猛基本上都沒跳 你這撐得夠久的時候 你跳得快 合意到 旁邊可能 將近到50公分 他也沒有跳 這手這樣一伸過去 好像感覺都跟 跳的高度跟你一樣高 魏猛就是張開他的雙手 歡迎他 歡迎他 歡迎他進來 撐到籃板 你趕快傳了看看有沒有多打掃的機會 蘇馬這就給得好 藍底下有了 他在這種點到對方 在防守的時候手一張開 這個腰部的給球的動作是給得相當的影響 章二這個點呢 差點點陷入到防守上的陷阱裡面 還好最後還是給得 不然來即使 三分球出手不進 蘇馬抓到籃板 前面又是做拉掃 再給蘇馬 看他怎麼處理 造成了犯規 好這個時候在罰球前呢 菲律賓請求暫停 再看一次 這是蘇馬剛剛一個漂亮的一個 pass 今天已經有好幾球 蘇馬去傳的非常漂亮的這種小球 對嗎 跟我們打掃 然後我們打掃 我們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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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會讓你 neutral 好會兒 你還是 pitcher 怎樣 現在 На這裡 這邊 na這裡 C 더 PA 來 Dise organize 1 illness 支援 我們 只要 VO 瀟 1-3-1-3-1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今天预计最后一场比赛的是 江在6点钟的由中华队来出战是蒙古队 大鹏你在后面接江克尔的 江克尔使你往前运约 好不好 来 加油 joining 97 musician 现在苏曼要来罚球 罚完之后还29.8秒 将近30秒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 各有一次进攻机会 第一球 各的罚金 今天苏曼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也有一定的助攻和超级技术 2罚路金 張鶴把球帶過 兩個Double Team包夾 魏猛再給 出球時間稍微慢一些 現在Game Clock和Shark的時間 大約差四到五秒 李海峰切入三個人中間交給了張鶴 球進M1 這個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轉移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張鶴對導船非常的流暢 導到李海峰的一個手上 在底腳去做到了切入 這個小船就傳給張鶴 你看補位過來的這樣身高 其實跟張鶴是有大概將近十公分的差距 有注意到時間嗎 剛剛這個球有點給太早了一些 那反而現在是給了中國隊還有1.2秒的進攻 我是在內裡發 中國的主教練反應也算非常快 發現還有暫停了 當然你這個暫停也不能說累積到下半場用 剛才把這個叫了 1.2秒 對方五次的犯規 這還是有機會 這還是有機會 你們這樣站 全要上來 全要上來 這樣都放 海峰 你在這 你在這邊 你在這邊 這邊發球 這邊發球 在這邊 掩護 出發球 對方 直接給我那兒扔 你看 往那兒扔 聽到海峰接著 有頭撇 如果沒有 他就不防你了 這兒接住了 那樣子我讓你撇就完了 知道嗎 這是海峰 對 馬上大峰再跑 最後小胖接應 拉著圈 好不好 一點多秒 加油 中國主教練當然講的大家都聽得懂 李海峰應該是第一個接應點 然後 徐大峰可能是第二個接應點 反正就是因為 也只有1.2秒後傳發球就要往前跑 最怕的就是 對方的一個防守是來的一個比較沉退 那你可能就是 要蠻遠距離的把這個球 想辦法去給他扔進 對 不過這都是非常困難的 主要是因為時間太少了 1.2秒 好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8號李海峰這個點 但是他沒有辦法接應到 好了 那上半場比賽結束了 在半場比賽打完之後呢 中國隊現在是40比31取得領先 好 現在第三屆比賽開始 40比31 中國隊現在是取得9分領先 那你現在挑籃出手有了 紀陽紅等分 這個球推進了 利用到一個變數 他把這個對方的防守球員去打到身後 可是蘇曼他自己本身 這次的失誤也是運球過多了 哎呀又是失誤 八秒鐘 張鵬 42比37 威猛交給那底下給張賀 兩個內線球進去球員的合作 那威猛今天打的反而是 更全面 之前前兩天都是硬打 是 現在會分球 這反而他的隊友打得更加舒服 他在籃底下降一個身高 其實他的隊友是可以得到他很多幫助 他的身高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才打了1分05秒左右 菲律賓請求暫停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不休息 我們繼續來看這場比賽 是44比31 中國隊現在是13分的領先 菲律賓打了1分05秒 喊了暫停 可能教練的想法是什麼 最重要的失誤點 連續了兩顆失誤 三顆失誤 這個當然不是總教練希望能看到的 所以比賽你看 進行了1分05秒 你失誤那麼多 收益守不住對方 也讓對方去打到他們有效 想要看到的點 這當然是非常的不滿意了 你沒有什麼貼穩 沒有什麼就沒問題 這就是不滿意了 1分05秒 1分05秒 你到了那時候有排鋒的嘛 沒有這個難度 明白嗎 有這個時間就換了 這就是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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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職業就換了 你就跟過去就完了 好不好 1 2 2 2 来来 蹭蹭追击 这样蹭蹭 蹭蹭追击 来 去哪边了 来 1 2 3 这段时间 气势在中国队肯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教练也是蹭蹭追击 两岸的树语 一路压着打 树语有些还是一样的 这是残局 前一阵子刚好 有中国的女男来台湾 被教我 这个钱币 她们叫BURG 乾杯 這是硬幣 我們打那個銅板 乾杯 這教練是乾杯 我想說乾杯是水果嘛 它不是錢壁 你以為是乾杯就對了 我也想說乾杯還是什麼醃製的那種 用水果 它不是這個叫杯 所以它叫杯 在捲舌 寶貝 我們學了一課 是 四四比三十 菲律賓東方大學進攻 這球給出來 想端進去的時候 結果是缺了blocking foul 阻擋犯規 最後張鶴的犯規 許大鵬一開始 在第一線的防守 重心太高 所以對方壓低的重心呢 張鶴又過來協防 這好像是害了張鶴 對方壓低的重心 對方壓低的重心 這球搜球切入四棒 給到另外一邊出手成分 三投 現在光中輕流了很久 所以他可以看了蠻多的一個空間 甚至到傳球的 他想要傳到的人 交給藍底下衛萌 收到關了 所以這種包加藍底下占一個衛萌 這個就是非常頭痛 他球一穿出來兩個還夾不住 他後面的空檔自然而然產生出來 魏猛是這場比賽 中國隊第三位得分上雙個球員 得分到達兩位數的球員 11分 蘇密豆 裴底線 進去有點擁擠 一個back pass 不好的傳球 走 走 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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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鵬 沒機會再給出來 李大鵬這個團友非常的危險 球掉了 Nobles巴東快攻 這球給他底線 再一個傳球 這個真的要多打掃 這個時候是中國隊的教練要喊出暫停 現在是46比35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幾次的防守 都沒有非常的專心 所以剛剛的教練也是 這個暫停就是為了你們這個愣神 就是謊神了 這個暫停是所喊的 不要一直學中文像小王 對不起 不有自主不想學一下 你蠻有語言天分的 謝謝謝謝 犯規 這是五號季陽紅的犯規 又是十五 Sumito打球還蠻兇的 這種後續動作要小心 這個常常就是造成到 兩隊的一個情緒 可能會挑起來的原因 十九歲的年紀 一九九三年出生 一百八十九公分 現在中國隊要換後衛 季陽紅現在要下去休息 要把王偉慶給換上來 雅晶 kilo 張賀出一個厲害風 切傳之後這邊出現空檔 集大鴻沒進 張賀抓金黃老板 重新再來一次 這是重新二十四秒 一二十四 门关得非常快 魏猛的走路 手都非常漂亮 这几天魏猛的这个脚步 被吹翻到走路的 这个几率还蛮高的 六分五十秒 第三阶比赛结束 Nobley出手准备 好久没有准备 Nobley 所以他在第一节攻下十三分之后 从第二节开始的首次得分 目前拿十六分 中国队要欢迎颜色 没进 Suma 过完了 要给南米西亚队友再一次出攻 七号Heavy得分 这个时候这段时间 一直困扰着中国队的教练 不太可能在第三节 喊的第二次赞续 你必须要留着这个第四节用 目前为止就要靠了场上的 这种控球后卫啊 可是季阳红又下去休息 现在又一个替补了控球 所以在上半场我们所聊的 这个体能这个对于中国队 现在中国队再换人 李海峰下去休息 现在把十号的严肃圈 先把严肃圈换上来 这感觉到李海峰还有徐大峰也体验上需要做点调整 快来快来 快来 快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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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Noblet 底線帶一步向後跳 沒進去 在籃板的時候 操板哨音再響 這陣子東方大學不管是搶這個籃板 還有搶這個Lose Ball 各50的球都比較積極了 當然這些積極也得到一些回饋 有造成的犯規 Santos要來打走 9號的是Adrian Santos 195公分 Adrian兩發中一 今天是7分4個籃板球 46比43 剛剛本來是想換厲害風 但看這個比賽 這個比數 紅板也換不下去 等一下底線 嚴肅直接跳走 出手有了 這個球轉移的 我們可以看到剛好是到了位子 這個射手也去接到他適當的位子跟球 中國隊沒有衛猛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進去的攻勢越來越多了 菲利賓 48比45 菲利賓是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可以超兇一點 是 這集看一下他竟然沒有團隊犯規 這邊空檔出現 Sumido 沒進 可以搶得更積極一點 因為這個犯規才是團隊才 在這集的第一範圍 卡位的時候犯規 一個推人的動作 中國隊進攻 技術上來控球的是6號的王偉慶 厲害風 需要卡的時間剩下5秒 時間快不夠了 要趕快處理了 等一下只有1秒 出手 沒進 這段時間中國隊的命中率真的是低 這集中國隊只得8分了 菲律賓得了16分 在這集 這位猛要上來了 不上來的話 這個分數搞不好會落後 有 雖然表面上看到中國隊這個頭八中四 但這集團隊命中率還不錯 但是也只得到8分 沒有3分球 沒有罰球 也當然 失誤比較多一些 中國隊這場球賽很重要 你贏了高寶還有爭冠軍的機會 你輸的話 你可能跟菲律賓的這個戰績是同樣 會二勝 這個比勝負的話 那可能會處於一個比較不得力的一個情形 漂亮的轉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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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第二犯 不過哈比爾個人第三犯 不過這就是魏猛上來 菲律賓比較辛苦的地方 他也沒有拿到球 你空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 在遠邊跟他擠位子 這交給魏猛在籃底下 輕鬆放進 一切打法就變得更加的簡單 這場比賽得了13分 底線跨不進來 挑籃出手不進 逼太緊了推人 菲律賓在這一節也沒進入到團飯 所以他可以利用的空間是更多了 要防守的侵略性也可以來得更強 滑倒 剛好倒在地板上 再去爭這球 兩邊到底誰拿到 他拚得非常的兇 這是菲律賓的球 還剩下2分01秒三節結束 蘇馬切入高拋出手不進 1分 1分 又倒成一團 最後 出跑 這差一點了 因為他還換手拉桿了 再交給蘭里夏 好球 漂亮 打得非常的靈活 這是Nobelay的助攻 地力量的得分 你暈到這個地方 這個危險 還好 這真的蠻威脅的地方 50比50 比海鋒切入 這就收得到藍裡夏 對抗性不錯 再給蘇馬 這邊WIDE OPEN 3 美金 中央隊的快攻 哇 快 這個球真的處理得相當差 好球 PORRES再接我來 蘇馬 過了 藍裡夏 撐到最後 哇 剛剛是他挑戰衛萌 給的是 小心喔 雙方現在有一些自己衝突 也趕快把 擋在兩個中間 不過這個球我們可以看 李海鋒也殺不出車 防守的球員都還在移動 哎呀 屁股坐上去 二十秒 二十秒 打二十秒 打二十秒 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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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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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裁判這樣幫忙 在你場地 他想說 我自己脫可能會比較乾淨 這波進攻 中國隊還有20秒鐘的進攻 時間還是很長 底線很快出手了 威猛要把這個救回來 直接救到對方手上 所以這些出手會不會有點太急躁了一些呢 因為現在給了菲律賓最後一局 時間很長 是 Sumido Obelay切入跨步被擋下來 還在菲律賓手上 Helander再進去準備要單打騙到了犯規 來幫Helander現在要來發球 菲律賓就是打速度 把你這個空間拉開 每一個人都可以切都可以傳 第一球進 第二罰如果罰進的話呢 兩邊就要再回到平手 兩罰都把握住 第二 好 差一點點但是結束了三節比賽 但這一節呢當然對菲律賓來講 極有收穫的一節 雙方現在在三節結束之後是52比52 戰成平手 在第三節一開始呢 這1分05秒之內 產生了一個三個失誤 不過暫停之後 反而是 讓這樣的一些失誤 更困擾度 去丟給了中國隊 最後一節了 決勝節 一開始呢 中國隊發生失誤 被Ivan Hernandez 這把球給敲走 Nobelay 底線 Forest 埋伏在外線跳投 籃板球還在 還在地利浪的身上 這種Long Rebound 都沒有掌握好 切如到哪裡下出手得分 Nobelay出手得分 Nobelay 現在最麻煩了 就1號位到5號位 這菲律賓隊 都有能力去做到面對籃的進攻 Nobelay這場比賽得到21分 魏某這個球 最後被他自己給碰出界外 想跟采犯要犯規 但采犯不給 那如果這場比賽中國隊無法取勝的話 沒辦法贏的話 20次輸 可以說是害慘了 他不行 Nobelay出手不進 中國隊拿到前面快攻擊會 李海峰跑到最前面沒有人了 十五一一五 你要防守要有一定的一個成效在 所以你看現在菲律賓 刻意把這樣的節奏去放慢 只要節奏是在菲律賓的手上 這樣你就轉籃去把這個分數拉開 這個是走不為力了 非常明顯 中國隊的李海峰腳好像有點不太舒服 但因為現在兩隊的這個戰況還是很焦灼 所以一直沒下去休息 但從跑動上 感覺是他的腳有點不太舒服 藍木萬線 出手不進 出手不進 吹的是犯規 十四號 Ivan很難等著犯規 不吹了 不吹了 夠你的 不吹了 泰傑 富力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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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力賓現在換人 富力賓現在換人 富力賓下去休息 現在把 傑曼快上來 二 西 來 你現在就要給徐大鵬出手勁 非常重要的一个三分钟 中国队闷了好久了 徐大鹏在这场比赛替补上来得了14分 当他在三分钟外界的出手 自助本来也就是非常多的一名球员 57比54 看那边 看那边 大鹏 看那边 再一个徐大鹏 进去犯规 第一场的犯规 福利比现在再换人 再把这个9号的身头给换上来 还有哈维尔也重新回到场上 主要体现交给张鹤 没投进 才办最后吹的是中国队的球 福利比的教练是不可自信 不过想要把这个球线往前放 再利用到速度去穿越到两个人 哎呦 什么叫球过人流就是这个球了 哇 确实有被踢了一下 是 比较高 一大统外线 没碰光 咱们认为是福利比的球员能把球给踢出界外 10号的Forest的踢出结尾 菲律宾的球要小心了 对裁判做这种动作 有可能有被吹几乎犯规 很爽 这个篮里下 李凯峰过得漂亮 好 现在菲律宾要喊一个暂停 想办法来止血 因为中国队现在取得领先 59比54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还算是小 两次的吹判对于菲律宾来说 就是来得比较不得力 他必须要稳定到自己的情绪 然后重新回到球场上的节奏 进入到下半场 有许多的一个节奏 都是菲律宾掌握了 还算是不错 你线 对的 对的 回来 回来 还快回来啊 拍摄 是 放手 墓 Forest 接入 在這次外 Suma 高跑 在籃底下這個球出走不進 好球喔 這兩球關鍵 對 李萊鋒不虧是這個球隊真的一個靈魂人物 你說他的場上作用可能比魏猛還大 不過他跟魏猛都站在旁邊 那為什麼呢 因為旁邊的下去去做到包夾的時候 他這一點本來是有空檔的產生 菲律賓突破的時候造成了犯規 講到菲律賓了 菲律賓的籃球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是 就是他的 應該說他的這個主管單位 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內鬥 在這個內鬥的情況之下 亞洲籃總也為了有點類似像做出懲罰 所以他也有一陣子是沒有參加國際賽 可是 當我們看到今年菲律賓在窮四輩的時候 拿下了冠軍 然後另外這兩年 從2011年開始 多西特規劃為菲律賓之後 中華隊也再也沒有擊敗過菲律賓的紀錄 尤其是 只要碰到多西特這個點 中華隊都很難去防守他 這個國下的籃球真的是有特色 有他的風格在 你可能想到菲律賓 他的個人動作就是特別的優異 華麗齁 對 他也不怕你 他小的很刁鑽 很鬼 然後大的呢 比如說像多西特 那又有很好的這個進軍載制能力 當以前沒有多西特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亞頂賽碰到菲律賓的 雖然也有像比如說被Miller 以及亞頂給射爆那樣的情形 可是你總會感覺到還是五五波 那時候是阿西特拉法那些 但是有多西特之後 當然對菲律賓來講就是如虎天義 是 你不要說台灣頭痛 我們中華隊頭痛 很多國家都頭痛 對 其實你看到特拉法他自己的身材也滿頭痛 只是他最近比較老了 對 比心的出手 美晶 那之前菲律賓說有意願 想要規劃也有一些血統的NBA球星的 Germy McGee 但是這個都還是 後續要跟 Magy跟這個菲律賓來一些談 所以這後面還是有牽涉到很多 球員未來的職業生涯規劃 保險 甚至金錢 等等其他的因素 那這也是跟之前這個 菲律賓原本要打這個WBC經典賽 他們也想要去徵召這個 Team Linscom 也是同樣的情形 據了解 Team Linscom的母隊 已經覺得說 好 那他們是同意 那就要看Linscom他本來願不願意這樣 不過這個動作讓我非常的意外 籃球我可能會認 這個跟他們國球是差不多 這棒球他也那麼認真 就是要成績嘛 這今年的經典賽 我覺得 泰國跟這個菲律賓的動作 真的是讓人家可以一所思 泰國是Johnny Damon 好不好Johnny Damon 真的有機會來台灣來參加 世界棒球的經典賽 這球波出來最後被菲律賓給拿到 出門 造成的犯規 你的速度是跟不上 一個人去基本上是晃了 三個王 中國隊請求戰停 還有4分04秒 這場比賽結束 天津工藝大學 今天喊出暫停 在這場比賽的下一場比賽 預計是六點鐘 由中華隊出戰蒙古隊 還是那句話 江湖你把球抱出來 停 在中間給我組織 好不好 好 好 把這三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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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遇到海豐這邊你看 大鵬海豐那邊 海豐刀 放著上蹄 對 放上蹄 後眼後走 對吧 後眼後走 這兒有 沒有的雙流走 大鵬接一 再走一個 是吧 有頭 他現在防你哭了嗎 穩住 加油 來 魏蒙 現在不讓你進攻 一點都不讓你進攻 你就把球球進去出來 搶二次籃板 你二次進攻 好不好 來 加油 好 所以魏蒙這個點不是主要的進攻點 主要還是 那挑起來以後 李海豐和徐大鵬 徐大鵬 完會我們的 魏理與教練 是跟裁判溝通 說這個動作 其實小動作太多了 他也怕他的球員受傷 他有四分鐘整 這場比賽結束 這個誰贏誰輸還很難講 因為兩隊線才差三分而已 Nobelay 給底線 Suma 沒有 機會帶出來 但時間有點不夠 現在三秒要出手了 喔 1分差 1分差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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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隊進攻 中國隊當然不希望這個主持的鴨子飛掉 3分外線 李海鋒出手不進 打把球被菲律賓給拿到 菲律賓偷跑了 斯托曼第二時間再給都還來得及 這個已經慢了 都還來得及 可見這個退防有更慢 是 中國隊的打法慢慢地改變 菲律賓這場比賽是有贏的機會 62比61 再開始 這個球我們可以看到 慢了兩三拍了 這退防的時間了 並沒有去注意到 一直去注意到球 蘇滿現在是下去休息 但是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他應該會再上 是 再做一些調整 剩下三分鐘 比賽結束 讓他喝一下水 休息一下 李海鋒 莎赫 中間高調給蘭尼西亞 給魏猛 沒接好這個球給得不好 第一台先碰到板 主要是傳球者的問題 危險 諾貝雷差點發生失誤 再救回來 Kavier 再一個切傳 倒得漂亮 相當可惜 這個機會創造出來 再去救這個球 還有 哇 這個球不用騎了 這個球不用騎了 這個下半場 菲律賓確實也 防得比較積極了 Puzzle Play 比較多 去積極地搶球 12號的Forest 應該不要去救這個球 因為那是被玻璃球 沒錯 2分05秒 這場比賽結束 62比61 這場比賽最後兩分鐘整 李海鋒 切入滑倒 而且李海鋒受傷很危險 前面菲律賓快攻機會 蘭尼西亞出手沒有進 再拿到 Havier 在蘭尼西亞拿到之後 出手還是不進 這個球最後是出了界外 現在中國隊 李海鋒受傷了 他腳扭到了 好像不是踩到別人的腳 是他自己拐了一下 看一下 就在這個鏡頭 還是有踩到 還是有踩到 對 稍微自己拐了一下 他扮了一下 現在李海鋒 這是一個蠻大扭的 所以他是由隊友把他給扛出去 沒辦法用自己的力量出去 少了他 在關鍵的時候 中國隊是差了非常的多 有很多的戰術 他跟魏某是兩個是站同邊的 我們來聽聽看教練講些什麼 你去看這個 吐出來了吧 看張克 這不是提上來又給你的球嗎 怎麼會這樣 堅決果斷的 有頭頭 沒頭吐 還在暗地暫時走 打這邊 打這邊雙六跑完 打這邊雙六跑完 注意給大鵬打到這個對角來 有機會給我招三分 好不好 沒有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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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打呀 快點打 快點打 有時候球隊有時候也怕這樣 大家怪怪去 快點 再看一次 這是剛剛李海鋒的受傷 扮了一下 扮了一下 他是球隊當中很重要的一名球員 所以這個在關鍵時刻 只將一百秒鐘時候的受傷 確實會對球隊產生一些影響 蘇曼轉身 哎呀 開心 今天有好幾球其實撐得夠久 這動作也漂亮 很可惜 還是各一半贏球機會 只差一分 一分十五秒 要比賽結束 哇 球掉了 莊惠隊發生失誤 莊惠還好不是在韓國隊 是 反而可能死很慘 如果在韓國隊我也看不出 韓國人應該找不出有這樣的身材 五十秒鐘這場比賽結束 六十比六十一 蘇曼切入 危險 結果應該是吹一個二十四秒的威力 沒有犯規 沒有犯規 這是一個no call 沒有犯規 120 120 120 45秒 45秒 菲律賓隊呢 還有一個犯規的機會 這次一個防守就很重要了 中華民軍 小火 看球 小火 看球 原貴兵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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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下呢 現在是蘇曼下 換一個身高高的來守 所以蘇曼上來主要是要先來防的了 加油 切入 中華隊再次發生失誤 連續兩波進攻都發生失誤 打在對方身上 菲律賓也沒有要喊暫停 21.7秒的情況之下呢 蘇曼現在上來 那麼進攻時間12秒 所以進攻與比賽時間差9秒 noblei在底線 去撈球的時候 許大鋒的犯規 哇 你這一下犯規的話 這時間呢 這對於中國隊來說非常的不利 好 這個時候菲律賓要喊暫停了 還有14秒鐘左右 這場比賽結束 62比61 現在菲律賓取得1分領先 現在是菲律賓的教練喊暫停 他在上庭 4秒 射四秒五了 射五了 范围四次还有两次 你都四次了吗 独自什么 注意啊 他发底线球 别管他谁发的一件球啊 瑞萌守在这儿了 胖了喝 这儿来一个人 只有这个同车这边 发进来 离球最近的就给我夹击 球一但是 后面的断不了 就赚人犯规 再发球再犯规 还是得夹击 夹击以后再犯规 一中两次 让他上华蓝线 明白吗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 他得分了 抢供 不要在那磨叽了 抢供快一点 通上去啊 没机会了 就你犯也行 好 所以现在中国队 当然得采取犯规战术了 那即使要复出五号季阳红呢 这个范满毕业也不惜这个代价 不过你场上你还有一个王伟气 你既然是要去做到犯规的战术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把 这种替捕的球员 你平常在训练的时候 你要让他保护一下季阳红 抄到 现在反而不用犯规 快攻 这是菲律宾的犯规 反而 反而菲律宾 这一失误 还蛮要命的失误 现在菲律宾的团队犯规次数 是四次还是五次呢 对 如果是四次的话 那表示还没有进入到加法 是 这个球非常的可惜 焦虑快疯了 这个发球的时候就发生失误 这还蛮致命的 现在菲律宾还不能犯规 是 8秒钟 这都给他提线 哎呦 哎呦 这太致命了 这个真的是 比刚刚那更致命的失误 哇 这个失误就好像是 把这个赌酒玩 往自己身体里面灌一样 手滑了 还没进入到犯规 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加法状态 这个才麻烦 对 你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 第一个时间就把这个球抄掉 要不然的话一点机会都没有 只有1.1秒 是 那你球就要往前场发 对 你不能往后场 其实没机会 这个就这个发球有点危险 好 那最后的比赛呢就是由菲律宾呢 赢得比赛的胜利 62比61 一分的击败了中国天津工业大学 这场比赛呢 两队的这场比赛 打得非常的刺激精彩 以一分唱的来分出了胜负 我们要请我们稍微休想 马上再回来